这就可以拿下来了 实际上 只要把这个地方这个螺丝卸了 直接把手机先拆了 很多车子的空调滤型都在这里 把这个隔板拿出来 这个薄薄的一层 这个滤型 其实我们可以看 里面已经很脏了 这个东西也不贵 几十块钱的东西 一年换的两次都可以 掉进来非常多的这种树叶脏东西 我现在就把这个东西把它换了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东西不要去买那种杂牌子的 杂牌子的滤型虽然看上去非常厚 但是可能过滤一下我并不好 别看这个东西 这个绿材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链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面 有些已经渗透过来了 我这个之前用的是马勒的 我现在这个 当然把它换一个新的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隔膜里面 看到了吗 都已经有这个起霉的记性了 这就没有再用出去的必要了 好了 我现在手上就拿了一个新的空调滤型 现在这种好一点的滤型 品牌滤型它基本上都是密封的 我们买到了很多杂牌的滤型 它就是一个壳子装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两个新旧滤型的对比 从背面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 当然你也是要求高了 你可以买那种牌子 或带火性炭的 那个就会更厚一些 它就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像这个就是一个过滤作用 就没有吸附作用了 因为我换的比较勤 所以我就买了这种普通的 安装滤型的时候 就一定要注意了 大家看到 这个滤型 你到边缘找一下 都会有这个箭头符号 这个线上的代表是尺面线上 就是这一面是线上的 别装反了 装反的话 这么大的它的效果就不好 正牌的滤型 一定会有这个指示标签 把这个架子换下来之后 把它擦干净一下 因为它上面很多 很多脏东西 很多灰 注意啊 有些车子 这个架子旁边这一圈 这个密封的海绵 很松 如果你一不小心把它搞掉了 这个密封就会变得很差 所以一定不要把这个 密封海绵搞掉了 如果掉了 自己去买一个密封海绵 把它粘上 好 我们擦一下之后 就把这个滤型装上 有相当一部分滤型 它的这个长框 是有区别的 就是为了防止你装反 有一部分车子 是正方形的 但是不是很多 好 我们只要把它 把这个新的滤型扣进来 大家看到 扣到这里面 这一面 这一面 外面的风 就从这个地方吹进来 吹进来 然后从这里出来 所以会在这一面 落了很多灰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旧的滤型 就可以看到 或者在这一面 掉了很多粘东西 最后我们要再给大家强调一点 这个东西 千万不要拿到控压机 吹一吹 继续用 或者拿水洗一洗 继续用 很便宜的一个东西 因为吹完之后 它的过滤效果就打折后了 它甚至把里面的这些纤维 本来很致密的一些 这个过滤网 全部给你吹成了 一个一个的塞子 这么大的孔 那么你这个过滤效果 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换季的时候 每年的三四月份 和下半年的十月份 十一月份 把它抽出来看一看 如果不行了 就继续更换 尤其在南方 空调滤型很脏了 还容易起霉 如果你不换的话 这些霉菌 这些包子 全部都吹到车里面去 容易引起致癌 好了 我现在就把它装回去 装回去也是老办法 大家看到 直接放进去 往里一推就可以了 我这个空调滤型非常好装 还有一些车子 设计的比较奇葩一点 可能难装一点 但是绝大多数车子 还是比较好换的 自己看一看 基本上都能搞定 如果你不会搞不定的 可以跟喵哥留言 咨询先喵哥 或者发图片给我 我帮你看看在什么地方 好 再把这个装手套箱的办法 也是一样的 这个塑料很牢阔的 往里一挤就OK了 我这个车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螺丝的 就有个螺丝 然后把螺丝拧上 最后一扣就OK了 好了 我们这个空调滤型就换完了 其实这个喵哥 已经给大家换过几色空调滤型了 如果实在不会 私信我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台 实在对你有帮助 点个赞 给个关注 必须的 好不好 谢谢大家